大家好,说到美国总统肯尼迪,很多人都不陌生,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在任的时候,陈卓应对古巴导弹危机,推动美国登月,并签署了平权法案,开启了民权运动的新纪元,让女性和黑人得到平等的权利成为可能。 虽然他后来死于暗沙,英年早逝,但美国人还是认为他非常了不起。 直到今天,关于肯尼迪的纪念也不少,美国海军曾有一艘航母叫肯尼迪号,纽约的机场也被启名为肯尼迪国际机场,而这样的一个总统,他在早年更是有一段传奇的英雄生涯。 二战期间,肯尼迪在海军服役上演了一出真人版的奇幻漂流,这段经历让他名声大噪,为他从政乃至今后竞选总统奠定了基础,今天咱们聊聊这事。 肯尼迪出生在1917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候,肯尼迪24岁,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加入美国海军,一开始在情报部门工作,后来主动请英开于雷艇,并被分配到所罗门群岛的前线战场。 1943年8月2日,肯尼迪中尉受命带着鱼雷艇去在夜间拦截日军舰队,他的鱼雷艇没有雷达,得跟着编队行动,可是在黑夜中,肯尼迪的鱼雷艇跟编队失去了联系,他想的各种办法都没办法找到其他鱼雷艇,于是肯尼迪下令回航基地。 就在此时,黑夜中一个庞然大物越来越近,那是日本驱逐舰天悟号,他还没来得及下令转向,天悟号驱逐舰就一头撞了上来,日本驱逐舰排水量1000多吨,肯尼迪的鱼雷艇只有30多吨,当场被拦腰撞成两节,泄露的燃料在海上燃起大火,肯尼迪这边的13名船员中有两人当场阵亡,天悟号驱逐舰对此不闻不问,静止开走了,留下肯尼迪和剩下10名船员, 在海水中苦苦挣扎。这时候,肯尼迪临危不惧,他不顾自己撞击时,背部严重受伤,用牙咬着一名严重烧伤的同伴救生衣,奋力游泳,把他带到漂浮的鱼雷艇残骸上,之后又去四周寻找同伴。等确定所有生还者都到齐了,天也亮了,大家趴在残骸上讨论接下来怎么办,就这样在大海中漂到哪里呢?肯尼迪对这一代海域非常熟悉, 他告诉大家,就在几公里之外,就有一个小岛,让大家游到那里去,可是等上了岛,大家才发现,这岛上有日军遗留的少量米饼和淡水,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杀过来,他们11个人只有两把手枪,用来自宝都不够。 于是,肯尼迪和同伴吃完了皇军留下的恩赐之后,继续向附近的一个岛屿游泳转移,整个游泳过程中,他还是用牙咬着那名重伤的士兵的游泳衣,坚持不抛弃一个同伴。 到了新的岛屿,肯尼迪他们终于有了吃喝,岛上有覆盖着鸟粪,地上有椰子,椰子肉成了他们唯一的吃食,至于喝的,那就是吃新鲜鸟粪,靠里面的水分为生。 听起来特别恶心,但就是这样的条件,能让肯尼迪一行人活命。 解决了活下来的问题,接下来他们要尽快被救走。 没过几天,肯尼迪他们发现有几个土著人在附近,起初大家非常担心,害怕这些人是为日军服务的,那样的话就万事休矣。 不过肯尼迪跟这些土著人比划了半天,最终确认他们是盟军在这里的眼线,这下子放心了。 通过手势交流,肯尼迪让这几个土著人给盟军带个信,自己在这里急需拯救。 可是这土著人一句英语都不会,咋办呢? 肯尼迪有办法,捡起了一个光滑的椰子壳,并用刀在上面刻上了一段话,那卢岛指挥官,当地人知道位置,可以让他们引路十一人存活肯尼迪。 这些土著人没有辜负他们,离开岛屿后,把椰子壳交给了新西兰步兵巡逻队, 最终,鱼雷挺基地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船过来救援。 到8月8日,土著人带着救援队过来,肯尼迪和他的幸存船员经过几天荒岛求生之后,全部获救,从而结束了奇幻漂流的旅程。 这次漂流之后,关于肯尼迪的报道迅速抢占了报纸头条,他也荣获各种勋章,以战争英雄的身份,回国内的海军学校任教,并在战争结束时退役。 战争结束后,肯尼迪马上就当选了民主党的众议员,步入政坛。 在以后的岁月中,民主党不断拿这段荒岛漂流求生的故事来烘托出肯尼迪了不起的人格, 在那样绝望的情况下,肯尼迪都不会抛弃自己的伙伴,跟着他绝对靠谱。 而战后,肯尼迪果然不负众望,在政坛上步步高升,从众议员到参议员,最后在1960年当选总统。 当时的总统大选,跟肯尼迪竞争的人是之前的副总统尼克松,要说起来,尼克松也在二战的时候从军, 但他干得活是监督运输机卸货对清单,属于四平八稳的后勤文职人员,没有任何传奇的故事,可讲。 跟尼克松一比,肯尼迪这样的奇幻漂流,简直就是个小说里大英雄才会有的事情。 很多选民就冲这个都会投肯尼迪的票,最终,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击败尼克松当选总统, 这段传奇故事功不可没,这一周的漂流故事成为了肯尼迪成功的起点, 当时肯尼迪求救用的椰子壳在他当总统的时候一直放在白宫,直到现在也还完好的收藏在肯尼迪图书馆。 而肯尼迪自己面对外界的包装,却保持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要说起来,当天事发之时,他作为艇长应该负责时刻警惕监视海面, 要不是他失职在先,怎么会让这么大的日本驱逐舰就硬生生撞上来呢? 所以,肯尼迪在很多次私下谈话中回忆起那次漂流,流露出的更多是忏悔的情绪。 他不止一次表示,要是那天晚上做得更好一些,也不会在碰撞中损失两个弟兄, 终其一生,肯尼迪都在为死去的两个艇员而自责。 两个牺牲者在撞击时尸骨无存,肯尼迪花了不少时间陪他们的家人, 并为他们的家人筹集了不少捐款,这也是为弟兄们能做的最后一点点贡献了。 像肯尼迪这样的奇幻漂流迹,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可谓是绝无仅有,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当美国总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你必须当军官。 肯尼迪之后,老布什在战争中当过飞行员,被日本人击落,侥幸生还, 这也成了他竞选总统时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军卫国效力,这可算是最危险的工作,甚至必要的时候你得把命豁出去, 这才能体现出你对美国的热爱,而且啊,你在军队里头当军官, 不管大小,至少能体现你的领导才能和水平, 肯尼迪能在漂流的时候对战友毫不放弃,这就是领导魅力最好的体现。 可以说,军官这个职位,能够把当总统所有必须的品质都给锻炼了。 这也就是之前美国总统选举有这么个不成文规定的原因。 好了,关于肯尼迪奇幻漂流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会员,谢谢大家。